前不久的9月12号 那个凭一己之力 搞垮了红十字会 因为开设赌场一进攻 又因为卖违禁减肥药二进攻的 郭美美又出狱了 时隔两年 以一句慢慢理解世界 慢慢更新自己 回到了她早已不再风光的主场 微博上 大家好 我是Wayne 本期咱们就来讲一讲 这位古早网红郭美美 哦对了 我们最新的会员影片 路边的可乐不要紧 日本毒可乐事件上线了 还没看过的小伙伴 记得收看哦 2011年 一个叫郭美美卑鄙的微博账号 开始在网络上掀起了讨论 那为什么会掀起讨论呢 因为它的主页是这样的 价值百万的豪车 满墙几万十几万的奢侈品包包 首饰 这一切的一切 所有人 都是这个微博账号的主人 郭美美 一个1991年出生 在当时只有20岁的女孩 她却拥有着 与年龄天差地别的财富资源 如果你问她 这些东西是从何而来的 她也许会告诉你 我有一个古神母亲 和一些疼爱我的干爹 我一直 就是我 那是90年就开始买股票 买股票 超股票 对 那时候只有五只股票 也是我们广大的 受害的股民之一是不是 你被套了 我不是 不是 我是靠股票起家的 靠股票起家是吧 对 那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郭美美和她的母亲 郭登峰 郭美美原名 郭美玲 在出生之前 父母人就分开了 她的家族背景 确实是挺不简单的 可以说是麻雀虽小 五毒俱全 大姨因为涉嫌 容留他人卖淫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舅舅呢 因为贩毒被判刑 在她人生当中 几乎没有什么戏份的父亲 也犯有诈骗罪 郭美美从小就跟着母亲 郭登峰生活 郭登峰原本在当地的 事业单位工作 可是赚不了什么大钱 所以就带着她的女儿 随老乡南下深圳 做生意去了 郭登峰呢 确实很会投资 但是她的投资项目 并不是什么股票 而是自己和女儿 郭登峰在深圳 一直兼人着 足域 桑拿 暗魔产业下的 一些灰色生意 在形形色色 不同国籍的人群里游走 在耳濡目染 和教育寻陶下 郭美美对于人生 有了这样一种理解 我从小接受的观念 不是要上学 或者要努力念书 而是一定要把自己 弄得漂漂亮亮的 找一个有钱人嫁了 到了念初一的时候 郭美美回到了 一阳老家 就读于天交中学 也就是现在的 一阳市一中的初中部 她的一位老师回忆说 郭美美没有学籍 不参加考试 打扮张扬 经常旷课 成绩不好呢 却总是吹嘘自己 上过很多贵族学校 到了高中时期 郭美美又经常的转学 多次因为作风不良而被劝退 读书路难行 母女俩又再次难下了 回到了深圳 开了一家服装店 有的时候还会去街上摆摆摊 那确实也是攒了一些家底 可是远远没有达到 微博上那种暴富的地步 郭美美虽然学习没有什么天赋 但她喜欢唱歌和表演 08年17岁的郭美美 参加了好乐迪男人KTV 卡拉OK比赛 深圳赛决的比赛 并且获得了冠军 开始放眼五光十色的娱乐圈了 为此 郭登峰花钱将女儿塞进了 北电表演系的 一年制进修班学习 在北电学习期间 郭美美还参加了 土豆网的 土豆天使选秀节目 那个时候的她 还叫郭美玲 复制粘贴着 几十几百万北漂人的生活 最开始的一段阶段呢 就跟普通的北漂一样 两三个人啊三四个人啊 租一间房子 平时的收入来源呢 就是靠借一些片子啊 那个挣钱 同时呢 还有她母亲呢 对她一个资助 这个她的这个 这个这段时间呢 她的生活呢 应该可以说是 还是比较清贫 和普通的来京的打工者呀 都是一样的 进修班期满之后 郭美美留在了北京 跑跑龙套 赚点小钱 母亲郭敦峰 为助女儿事业运 还找来了大师 给她算了一算 把郭美玲这个名字 改成了郭美美 同时在长相上 也略做调整 大师她算得准不准 还真不好说 虽然事业运没有起来 但是却为她带来了 18岁的卡迪亚 和20岁的马沙拉蒂 2009年 郭美美在北京昌平 租了一间别墅开派对 庆祝自己的18岁生日 18岁正是人生 开始的大好年华 郭美美也不例外 但是她的人生 好像不太一样 那天晚上 郭美美收到了一块 价值18万的卡迪亚万表 松表人 是一个养脏儿的中年老板 此前郭美美和几个女孩 为该老板的脏儿园 还做过模特 一个多月之后 一辆红色的mini cooper 被登记在了 郭美美的名下 据其说呢 是母亲郭敦峰送的 而两年后的20岁生日那天 郭美美又从一个干爹那里 喜提马沙拉蒂 从此踏上了炫富的不归路 2011年5月份 年仅20岁的郭美美 将微博认证 突然变成了 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并且顶着这个头衔 继续高调炫富 20岁 坐拥千万财富 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这些头衔颠覆了 网友们的认知 而他们也很快发现了一个滑点 郭美美的微博好友列表里 有一个名字叫 郭长江RC的账号 这个郭长江是何许人言呢 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 副会长的名字 确实是叫郭长江 而RC则是红十字会 Red Cross的英文首字母缩写 虽然该账号没有微博认证 但是很难不让网友们联想起来 难道郭美美 真的是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难不成这同姓郭的两个人是妇女关系 又或者是什么不正当关系 意识激起了千层浪 作为中国最大的慈善机构之一 红十字会的嘴边 一下子怼满了好奇的话筒 对此 红会总会政策法规处处长 丁硕 红十字会官方 郭长江本人揭出面回应 第一不认识郭美美 第二没有红十字商会这一机构 也没有商业总经理这一职位 三郭长江就没有女儿 也没有开过微博 声明出来不久之后 郭长江RC这个账号也就注销了 新浪微博也取消了 郭美美的身份认证 并且对审核不言而造成的负面影响 向公众和红会道歉 郭美美那边则是删除了 声称自己所在公司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 简称红十字商会的微博 并且在电话采访当中 否认女儿二奶的身份 这一边还没有消停 网上又开始传了 说有一个和红十字旗下组织 有合作关系的集团 叫天略集团 说郭美美和该集团的董事长 邱正良相识之后 通过邱正良和红十字会搭上了关系 邱正良回应称 没有聘用过郭美美也不认识他 没有聘用过这两个员工 我们集团包括我们旗下的所有企业 也聘用过这个员工 同时我也不认识郭美美这个人 包括郭美琳这个人 这几个集团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是错综复杂 但是让我们搞清楚一个概念 中国红十字会是没有商会这回事的 也就是没有红十字商会 只有一个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也就是这张关系图里面 红十字总会的下属机构 与天略集团有合作关系 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是红十字总会在2000年的时候 批准成立的一个组织 简称是商红会 而不是郭美美的那个红商会 其实这次事件的主角 是一个名字叫 钟红博爱的小公司 这个钟红博爱又是什么来头呢 是这样的 商红会有一个关联公司 叫做网顶市场咨询公司 他们有一个合作项目 叫做红十字博爱服务站进社区 主要的业务 就是服务站与保险公司 和医疗器械公司合作 将广告投放在了医疗车上 为居民提供免费急救 医疹体检保险咨询等服务 和郭美美微博商说的 也大差不差 那这个钟红博爱呢 就是商红会委托管理 红十字博爱服务站的 一家私营企业 同时也是这个项目的实施方 所以当时这几家企业的 网站上面 用的都是商红会秘书长的邮箱 准确的来说 和郭美美有直接关系的 其实是这家叫 钟红博爱的公司 那他为什么会把认证 写成中国红十字卉呢 他本人是这么说的 因为我跟爸爸他们 平时都很疼我 然后他们就 说完他们的事情以后 聊天就跟我说 说公司成立了以后 你也到公司来上班吧 我说好啊可以啊 我说但是 如果不是做总经理直别的 我开玩笑的 我说不做总经理直别的 那个职务我不去 然后他就说 那就让你当总经理呗 就钟红博爱 对 他其实是红小孩一样的 可是其实我没有多当真 然后过了几天 我就在微博上 因为我微博里面 关注的那些好友 全都是写的 就是类似 总裁啊 CEO啊那些 然后可能就有一种 爱慕虚荣攀比的心理吧 然后我就把自己的 那个原本是 新浪认证是那个 歌手和演员 然后我就把它改成了 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其实我连那个时候 我连他们公司叫中红博爱 我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是中 中什么 红什么 嗯 我就记得这两个字 所以我就改成了 中国红十字会 郭美美的意思呢 就是她的干爹们 很疼爱她 然后在饭局上 答应了郭美美 在中红博爱成立之后 给她弄一个 总经理的职位 那由于她爱慕虚荣 回去之后 就马上改了 微博认证 结果连公司的名字 都没有搞清楚 就随便改了一个 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才闹了这么一出 郭美美口中的干爹 其中一个呢 就是中红博爱公司的 前董事 王军 实际上就是大家想的那样 郭美美是王军 从2010年8月 就开始包养的情人 美其名曰 干爹 两个人相差了23岁 郭美美一缺钱 想买东西了 就从北京飞去深圳找王军 包养费每次3到5万元 那在她的软磨硬炮 和死缠烂打下 王军还在她20岁生日 给她买了一辆 价值240万的 马沙拉蒂炮车 这一天她没做美金过来嘛 然后第二天呢 就看到发生方式了 发生方式了 后来发生之后呢 她就提出了要买东西 买东西了 后来我们就给她什么块钱 后来她就说呢 她说我要做CEO哦 我当时我不知道CEO是什么 所以我说CEO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就笑笑吧 我说你做什么都行啦 红十字会事件 并没有对郭美美 产生过多的负面影响 反而是在一人一口唾沫里 正式进军了娱乐圈 那年年底 博爱小战项目被腰斩 商红会也因为管理混乱 未按章程管理组织 负责人在项目当中 违规关联交易等原因 被红十字总会撤销 中国红十字会 遭遇严重信任危机 而最无辜的 莫过于是同名歌手郭美美了 她无辜躺枪 事业受创 风评严重被害 至今都还有吃瓜群众 傻傻分不清楚这两个人 我相信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你的名字造成了你的困扰是不是 这里大家都知道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郭美美 对那对我来说 我是觉得有点无奈 因为我06年的时候 发了第一张专辑叫不怕不怕 那我以为大家都认识这个脸孔 可是直到另外一个郭美美出现 我才发现原来大家也没仔细地留意我 所以我觉得我当一个歌手 当得蛮失败的 咱们这位郭美美也借着名声当起了歌手 她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到处走学商业 也参演了几部电影 虽然评分都不高就是了 2013年12月 郭美美自愁资金拍摄并且主演的电影 我是郭美美在深圳开拍 这部电影详细地讲述了 她和干爹王军的包养关系 和外籍男友的两段恋情 还包括与一家境外慈善机构的纠葛 显然它是了解流量的基本原理的 2014年4月份 一则标题为 澳门赌球被抓欠债2.6亿的新闻 再次将郭美美推上了风口浪尖 但实际上 欠2.6亿赌债这件事 只是又一出炒作罢了 其背后的推手 是一个网名叫做利耀拆四 本名叫杨秀宇的网络炒作家 她与郭美美合作导演出演了欠赌这场戏 虽然欠钱是炒作 但是赌博却是真的 三个月之后 八戏世界杯期间 北京警方打击了一个专门 在境外赌球网站开户 组织赌球的犯罪团伙 顺藤摸瓜追查到了郭美美 这次赌球也仅仅是 她赌徒生涯的一个小篇章 早在2010年 19岁的郭美美就先后60多次 频繁往返澳门香港 及周边的国家进行赌博活动 2014年8月20号 郭美美被北京市公安局 东城分局逮捕 她的幕后推手杨秀宇 干爹王军也分别被拘留 王军更是直言 郭美美是她一生的噩梦 比鬼还要可怕 全世界没见过贪污 西荣啊 西荣心好强 西荣心啊 为了出名不着手段 为了赚钱 啥都看得出来 他会看男人的嘛 对不对 他有目的啊 他从来都骗了 对不对 他那肯定都会一步步的来嘛 对不对 看你那个点 即是成熟了 他就跟你提出来了 对不对 提出来 据警方的调查 郭美美实际上 一直通过在网络上积攒的名气 从事性交易 一晚上十万元 他的助理吕某说 工作室和商业都是幌子 吕某称 他经常在商业后的第二天早上 看到郭美美的床头柜里 多出一二十万的现金 郭美美从事肉体交易的主要方式 就是通过熟人介绍 网络交友 搭讪招揽客户 基本上每天都换 还会让吕某来帮忙计数 其中外籍人是较多 中国男人呢 就专找有钱的 除此之外 郭美美还涉嫌开设赌场 2012年 郭美美认识了一个 职业德州扑克赌徒 外籍男子 康莱德 很快与他成为了恋人关系 在北京同居 2013年 两个人租下了一间公寓 专门开设赌局 赌桌 筹码 POSE机 核关一应俱全 专拉熟人下水 郭美美和她的外籍男友 从中抽水 梅拉一个人 按10%来抽水 总共是抽了有大几十万 2015年 郭美美开设赌场 业爱开审 在查识了上述情况后 法院当庭宣判 主犯郭美美 或五年有期徒刑 判处罚金五万元 在这里 我想真正地对大家说一句对不起 对不起 这句话欠大家很多年了 接下来的路 我希望自己能够坦坦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让大家看到我的改变 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位郭美美了 2019年7月份 郭美美行满释放 她回归了微博 赶了名 道了歉 似乎这几年的牢狱生活 已经让她真心悔过 宣布从此以后改名叫郭晨熙 不再叫郭美美了 也试着做了一次公益 而2020年初 郭美美尝试开网店 但是因为疫情关闭 尝试直播也没有什么人气 不过她过得一点也不落魄 车是800多万的劳斯莱斯星空顶 项链是20多万的某奢侈品牌 郭美美说 这些都是她自己在夜店做低阶赚来的 入狱五年 归来仁爱炫富 和母亲买豪宅炫劳斯莱斯 晒奢侈品 还是那个老样子 没过多久 她又吃起了同性恋流量 疑似是出柜坐牢时认识的女预警 当然了 大概率还是炒作 这样还不够 又碰死了演员黄景瑜 郭美美在微博上说 2014年两个人在上海相识 后来一户一惊谈起了异地恋 郭说当年黄还是一个小模特 手头紧的时候就连房租都是自己给对方付的 但是自己入狱之后 黄就忘恩负义 断联并且拉黑了她 黄的团队表示 这纯属是无中生有 以转交律师处理 郭美美在距离力争的同时 还不忘发出了实锤预告 直到对方发出了律师喊警告 才发微博道歉 虽说最后是认错道歉了 但是郭美美也是凭借着这一系列的操作 为自己挣了一大波流量 流量来了 韭菜就紧随其后 郭美美当起了医美机构中间商 还干起了微商 卖减肥糖 宣称不节食不运动 一盒最少瘦四斤 随随便便就能瘦个六七斤 这样的一盒药售价699元 但是实际上成本只有五毛钱 2020年10月份 浦东公安分局经侦支队发布了公告 趁有人在网上销售假减肥药 主角正是老熟人郭美美 最终她因为滞销违禁减肥类食品被刑拘了 浦东警方捣毁生产窝点三处 销售窝点24处 现场查获有毒有害类减肥类保健食品 6万5千余粒 生产原料约34公斤 生产设备三台 以及外包装2万余件 涉案金额高达5000万余元 制药团队一共有75人 一共卖出了100余盒 收款共7万余元 经查 产品当中添加了一种叫做 西部取名的维静成分 这是一种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 抑制食欲的药物 对神经系统的副作用较大 容易引发内分泌失调 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 且对于肝脏的损害非常大 与药物的相互作用也比较多 过量服用的话 严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猝死 早在10年之前 这种药物就已经被禁止生产销售了 因此郭美美又喜提监狱二次游 法院以销售有毒有害类食品罪 判处她有期徒刑 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 前方插播一条警方的温馨小提示 减肥请管住嘴迈开腿 切勿相信虚假广告 毕竟减肥和赚钱 都是没有办法走捷径的 否则前者进医院 后者进监狱 今年9月份 郭美美又出狱了 看她的微博状态 应该还在做DJ 平日里面晒晒 今日休闲的日常生活 虽然评论区里面 骂声还是很多 但是对于一些网友的劝解 她也似乎很真诚地表示 自己会脚踏实地的 不再急功近利了 对于某些购买过减肥药的网友 她也表示可以退款 并且称自己当时并不知道 减肥糖里面有有害成分 郭美美在微博上写道 从今开始 自己长大了 该懂事了 以后会做一个 积极向善静责重罚的 普通女孩 写的是很不错 但愿她能够说到做到吧 在那个传统时空 过渡到流量时代的环境下 郭美美具备了成为一个 另类社交明星的基本特质 比如炫富少女 背景神秘 干爹交易等等炒作特点 她的爆火 也是更离不开母亲的一臂之力 上一代扭曲的三观 将她一步一步地带入了违法深渊 在母亲的拜金教育下 身体和青春是明码标价的 价值观是写满法条的 金钱和名利才是人生高领 愣是让她从品德课本的受众 变成了法治独本的张三 不夸张地说 郭美美也算是以自己 开创了一种新型互联网意识形态 并且传承至今 即便是过了十几年了 网络炫富这门生意 都没有走向下坡路 在传播权高度泛化和自由化的当下 以不光彩为光彩的网络情境下 这十几年的时间里 审美时代变成了神丑时代 却不知又要多少年 才能够让真正的美回归流行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就结束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请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